大家好,我是游成妈妈 简单生活四个字 其实说简单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远离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 然后通过简单的生活 让自己的内心感到充实,感到满足 但是说难其实也挺难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人的话 那我们自己可以主宰的生活 其实有一半是可以自己主宰的 可能你要几件终业要断舍离怎么样 都会进行的相对顺利一些 但是如果说你是像我这种 有家庭,有孩子,有父母 有各种各样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主宰的生活 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这很小的一部分的生活 是怎样子让自己过得更加轻松自在的话 我觉得简单的生活非常的有必要 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想给大家聊一下 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我的简单生活 为什么就是还这样子乐此不疲的分享我的简单生活 第一点就是我认为我的简单生活好像就是上天安排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以前我家里物品很多嘛 然后我就嫌家里小嫌物品多 然后就嫌这个嫌那个嫌孩子难丢难人 然后我就很烦躁 最后我就决定简单生活 然后决定断舍离一些不需要的物品 可能刚开始开始的就是方法不是很正确 然后很激进 就是大量的去舍弃物品 也不顾家人的感受 就觉得看不顺眼的就全部扔掉 最后就变成了 东西这个也找不到 那个也找不到 我老公也抱怨我 然后也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吵架之类的 这些我还可以忍受 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 有一天我发现我家里的钥匙 我车的钥匙 还有我公公婆婆家的钥匙 就那一串钥匙就掉了 什么时候掉的掉在哪里的 还是说我不小心扔掉的 我都不记得完全就不记得 这个给我很大的打击 我就感觉是不是我做错了 是不是老天惩罚我 让我不要这样子去做 我就很郁闷 然后就这样子郁郁寡欢的 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有一天我就是送我儿子 去幼儿园回来 在停车场的时候 我就在我家楼下 有两个人 他们在那里说话嘛 我就从他旁边经过 然后我就刚好柳头看了一下 我就看到那个人手里 拿了一串钥匙 就是我的钥匙 我就再次确认一下 果然是我的钥匙 我真的当时太惊喜了 我就跟那个人说 我说这是我家的钥匙 然后就慢慢的这样子 去确认确认确认 果然是我家的钥匙 最后我就知道 那个钥匙是旁边的 那个施工的一个大爷 他捡到了 捡到了之后 就交给这个房东 然后他们在 就是对接的这个过程 我就刚刚好通过那里 然后我刚刚好就 柳头去看了一眼 天哪 我感觉这一切好像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 感觉都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恩赐一样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感觉我没有做错 这些都是上天告诉我 这是你做的很好 你做的很对 所以让我的钥匙能够视而复得 所以我非常的坚信 这就是上天安排我应该这样子做 所以我就越做越开心了 第二点就是简单的生活 会让我们更加积极向上的去思考我们的生活 真的简单生活会让我们沉下心来去 慢慢的思考我们的人生 哪一些对自己的生活有帮助 比如说 节制消费 自律 反省自己的生活 有目标的生活 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即使相同的事情 如果说你积极向上的去思考它 这个事物就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但是如果你消极的去对待的话 当然这个事情就会向消极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觉得简单生活会让我们更加积极向上的去 向好的方面去思考去发展 比如说以前我家里很小的时候 我就会抱怨家里很乱 然后就会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家 但是如果说 后来我觉得把不需要的物品把它扔掉 然后断舍离一下 那这个空间自然就增加了 空间增加了 自己的心也会变得开阔 那心开阔了 心情好了 那这个家的氛围自然就会好 那我就不会越来越讨厌这个家 就会越来越爱这个家 再比如说 以前我觉得买一送一 非常的 买一送一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情 打折啊 这些都是很便宜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觉得 买一个物品不是以它是否便宜 是否贵来定它的价值 而是以你是否能够长期 然后很快乐的去使用它 这才是这个物品真正的价值 再比如说 以前我会觉得早起的 早起会觉得自己很可怜 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幸福的 每天睡到自然醒 但是我觉得现在早起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早起可以让我就是更加专注的去做一些事情 因为早上的时间真的很宝贵 然后孩子们还在睡觉 我就开始做我 做一些对我自己人生 未来的人生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再成长 再进步 这一点会让我类型感到满足 再加上早起的时候 我就会慢慢的有时间去喝一杯我喜欢的咖啡 如果说孩子们都起来了 我可能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忙忙碌碌的去赶紧做这个赶紧做那个 就没有那个心情去喝我喜欢的咖啡 所以早上的时间对于现在我来说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时间 所以即使是相同的事情 如果说你积极向上的去想它的话 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向好的方面去发展 所以简单生活就是有这种效果 第三点就是简单的生活会让我们不断的输入和输出 这里所指的输入的话 就是通过看书学知识 看对自己来说有用的视频来学知识 通过这些所学到的知识 通过自己的方式然后再输出出去 表达出去 比如说拍视频 然后或者写文章 这种方式表达出去 经过这一个循环的话 那么这些知识点就会更加深刻的寄到我们的大脑当中 那这些知识点就会变成自己的知识 也就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所以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自己内心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满足 所以我觉得简单生活会让我们快速的来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如果说生活太复杂 你想的太多 你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心情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认为生活简单一点 然后有时间就多做一些输出的工作 多看一些书 多赚一点钱 少想那些对自己生活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简单生活的一些魅力 也是我很坚持下去的一个理由 并且做得也非常的开心 真的感觉很不好意思 昨天脱根了一天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突然决定买房子 所以跟老公在商量这个事情 让我没有心情静下心来拍这个视频 但是基本上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接下来我会继续的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视频 继续的分享我的极简主义断舍离 整理说了个人成长 以及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相关内容 如果有相同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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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